三個中產黨 今天我們講這個話題 和我和Kelvin都間接有少少關係 教育界的問題 為人私表 現在傳承其中一個很熱的題目 就是小學有一個女教師 是圖書館主任 跳樓自殺 而且是學校跳樓 天水圍 基本上在學校跳樓 肯定是向學校控訴 作為一個老師 如果你和工作沒有關係 可能會在家 就算在家時不知道是否和工作有關係 但在小學跳 你想想你的效果或影響 都是代表一種控訴 首先大家會把焦點放在校長上 校長本身也很差勁 經常會操作老師 當然校長也有很多事 如果根據報道這樣說 是有問題的 例如那個老師就說 因為當時已經病了 請病假 但校長叫他回去 然後叫他回家 病了他 為什麼要進 El 我都知道這些是很不合理的 但現在的問題是甚麼呢 這則新聞出現之後 就集中可以說兩件事 第一,就是說校長很壞 因為我為了將來 我就不敢說到很困難的結論 但我只會說 大中小學也好 做得到校長 就一定是有某方面的手腕 或者有某方面的傾向 才能上得到的 不是那些人是做不到校長 一來是你做不到校長 而是你做到校長也做得不久 因為你有太多的辦公室要處理 通常都會談 是一個程度差異的問題 是甚麼和沒有甚麼 第二個焦點是甚麼呢 就是現在的老師不是很慘很辛苦 那個圖書館主任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我做圖書館主任我也有很多事情做的很慘 是不是應該要交易人工 對,就是應該要交易人工 應該要請多些人 減輕他們的工作負擔 然後我心想 你是不是搞錯了 第一,這宗新聞 那個老師臨自殺之前 他跟同事說 校長這次要逼走 其實這個才是最直接的理由 當然你說工作辛苦 那些可能也會影響的 但問題這宗新聞的焦點就是 校長逼走他 我們應該要問 校長逼走你 如果我們一般打工仔 那你會想甚麼 那就做個第二份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所以我都說全香港沒有一個媒體可以說到這件事的真正原因 真正原因就是老師想走也不能走 那為什麼想走也不能走 現在基於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甚麼 就是因為有一個所謂叫做常任教案先的合約 就是當老師批准了之後 當然現在不是很多老師都不能批准了 但是批准了之後 那份藥是去到他退休才會禁止的 你給我插一句 真正的原因就是 其實所有教學界的人 其實都不太關心這件事 他只是關心自己是不是人工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 他們等於150個單程程 就是不是這裏講的 總之是不是都加了人工先 不要說太多 加了人工先 或者請多些人先 好啦 但真正的問題就是在於 第一 你是不會被人解僱的 但問題就是 我不管校長是不是壞人 如果校長想解僱人 他是解僱不到的 如果真的解僱不到人 都堅持要解僱人 我以前教過書 我就知道什麼事 你之後會迫到老師自己辭職 我以前讀的那間學校 我也是讀的那間名校 我很記得 因為你一講起我才想起 我很記得那個校長 我們大家都是小時候覺得 其實我不是 因為我很少上學 但大家都很不喜歡 當時就做訓導主任 很不喜歡 後來就用了一些手段 總而言之 我不知道是不是用手段 因為我沒有很關心學校的東西 但一未有很關心學校的人 他們就說 是很壞 用手段 就逼顛了那個 其中一個老師叫做著巢 逼顛了 逼顛了這件事 已經發生了 離開了 踢出校後 很多年之後 但他們只是八卦 告訴我 其實我身邊有朋友教書 我家裡有人教書 這些故事聽得太多 你說假期叫他回來 我老爸就有個同事就是這樣 叫他回來 知不知道做什麼 他說 操材有垃圾 你給我收拾他 收拾了幾個 你可以回家 這件事經常見 我 再說 還有一些老師 真的報警 真的因為跟校長爭爭 報警就有救傷車來 這些事是不停在香港的地方發生 而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那些老師不解僱 你要解僱 你要解僱 他不讓他加價 他不讓他加價 為何要解僱 我不能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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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用市場機制 這是另一面 第二面是什麼 那些老師為何不離開 教得不開心便要離開 第一當然 因為當所有的老師都不能解僱 所有老師都不能解僱 所有老師都不能解僱 就自然沒有空位 你想到隔壁 我都不想離開 你繼續留在這裏 應該是離開 轉行 當然另外這方面 牽涉到最大爭議的問題 我說了這句之後 這次這條影片 起碼有十幾二十個留言罵我 就是因為老師的薪金太高 因為老師的薪金太高 太高之後又怎樣 我轉行 即是找不回這份 你找不回這份 還有校長在開會的時候有說過 很多人可以取代你 他根本就趕你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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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你離開 你以為我找不到人替代你 那個問題就是 你以為那些人只是罵你 但你講一句話 我們都會被你揚及此 都會被人打賭 當然 你可以 周永大出 我覺得老師 我告訴你 我現在在其他地方發表這個議題 已經被人圍攻了 我們老師已經很辛苦了 你還說我們下降 不如全世界都下降 但是他們的問題就是 他們想不想 如果他們再加工 的話 校長只會更小 這個就是一個死結 他永遠不明白 我炒不到 你薪金更高 你肯不肯走 那就逼得你更瘋了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那個薪金更高 其他人更加不肯走 也更加沒有機會轉去另一個薪金 老實說 如果人工再高一點 那你再逼我 也沒有那麼介意 不是 你要明白 這個也是一個通貨膨脹問題 我逼不到你 我再黏一點 你以為我只是假期叫你 我半夜三更 我叫你回去 我去收拾垃圾 我叫你洗廁所 我就是總之玩到你瘋了 不會壞人工 你炒不到我 你炒不到我 那我就不回來 不回來又不行 因為不回來一段時間 就當你抗貨 那些就可以炒得 所以為什麼他走不掉 原因就是這樣 他一定要跟合約做他基礎需要的事情 而校長就會在這個合約的條款範圍內 盡量去精神虐待你 你薪金低一點 那就虐待你少一點 你就會離開 你人工高一點 我就再虐待你高一點 高一點就離開 這個死胡同 但看回後一點的畫面 看回老師要求什麼 其實是有記分化的 如果我已經有個長期的教值 所以不能炒得那些 我當然想你加多薪金 如果我不怕你洗臉的話 我頂得住 你加多兩匹的人工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如果沒有長額教值 搞多些長額 我們本身已經很大壓力 所以你做多些長額 我們就沒有大壓力 你不要說西口西面 其實是一個反常現象 不是這個是反常現象 因為真正的大部分人應該是拆鞋 只要是很少是失去失去 不是啊 你要明白一件事 因為校長不喜歡你 未必有時是你工作能力不差 或者你拆不拆鞋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想換一個 他自己覺得理念相近的 不會拆鞋肯定沒有事 看你不相近 拆鞋肯定沒有事 你連不相近都拆鞋都沒有問題 拆鞋都是沒有用 有時 校長不喜歡你 就不喜歡你 你不明白這一行 為什麼不喜歡拆鞋 因為每個人都拆鞋 那如果50個老師 50個都拆鞋 你都要拆鞋人 那你拆鞋誰 你都要拆鞋一個 你贏 你贏 我完全明白 但是你不能夠用一個雙契的角度去看 因為這是一個畸形的市場 教育家是一個畸形的市場 以及裡面的運作 也不能夠用一個商業的原則去做 我經常都說 你搞那麼多教育在最錯的地方 你當了學校的一間公司 所以那些東西都錯了 好了 但是我覺得 Katway就住這件事 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就是覺得 其實他現在更加加薪金的話 只會令他牽涉更加惡化 而所有人 他都只會利用這件事 去爭取對自己的主意 而且你不去加一個償額的話 你下面不是償額的話 你那裡加薪金的話 那些東西還不肯走 你這輩子都不用上 你是償額的就加薪金 你不是償額的就加薪金 你不是償額的就加償額 你沒有工作 找工作就多加一些教育 合約都沒有所謂 那你越來越多償額 每個人都加薪金 那校長就只能更西口西面 才能解決問題 當然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牽涉到這個爭議 因為當我一說 就是因為老師超過賣 全部人都穿著 你這樣說 公務員也超過賣 我校長公務員也超過賣 你也超過賣 幸好我是不是公務員 但都覺得這樣說 其實很悲哀 你如果從事相關的業務 你說這個業務是超過賣 即是你自己也是超過賣 第一當然 這是我私隱問題 我也不需要回答 我是否超過賣 第二 其實客觀說 我當然不會覺得自己是超過賣 每個人都是超過賣 我就是超過賣 除了我就是超過賣 而第三 那是否做這個行業 就一定要說這個行業是好 不可以說這個行業是差 所以為何這些教協 教聯 或者那些主要團體 這麼保護主義 就是原因 我想真正討論到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叫超過賣 那些人不明白 有些人說 教書這麼辛苦 你還說他超過賣 那數地夠辛苦 數地應該五平一個月 都不論你教師 教書辛苦得過數地 那這個重點是 什麼叫超過賣 市場上就是看你那份工 我不是超過賣 意思就是 有多少人見你那份工 那些人肯肯走 就是告訴你 一個教書的工 是可以有幾百個人去見 而教師的流失率 現在每年大概是4% 4%多的意思是什麼 教育局說他們每年的自然流失率 是5% 因為他就說那些老師會退休 或者因為不同的原因 是會離開 包括了退休 包括了所有東西 現在4%多的意思是 有些人原本應該自然流失 他都死不死 他都死不死 我都不肯走 那個流失率是負的 即是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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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個沒有人願意面對的問題 就是 我不超過賣 不是因為你辛苦不辛苦 你的能力高不高 或者你個人是怎樣看這份工 我不超過賣 是市場問題 即是等於的士路西面 即是等於的士路西面 即是一個公投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公投問題 實際太多人 是不願意接受 是他自己是一個超過賣的市場 在享受著多少利益 其實如果自己是超過賣的人 應該說得開心 為甚麼 為甚麼 賺了 他在表面上如何說服 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分泌 因為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分泌 因為我都不做事 我做得打出所有工 我都找公司問 即是所有工 我都找公司問 即是寫社論的時候 我每日只是用了四十分鐘 四十五分鐘去寫社論 我覺得都不錯 雖然都不是很高錢 但是快 即是以前打老蕭公 都會讓我去做 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分泌 所以我常常都好 老實說 你西眠就西眠 總之我知道我很分泌 總之我每日就是受你的 可能老蕭公 當然沒有西眠 即是不說假設 我做份工 我完全不計 我從來都覺得自己很分泌 但這個也有不同 教師是不可以說自己很分泌 因為你是全身投入這個工作 去教化一些世人 你才可以獲得職業的光環和認同 所以每個老師都一定說自己很辛苦 有多少老師真的去教育學生 所以現在的討論很分泌的原因就是 我作為一個老師 我不可以說自己是過分泌 但實際上所有人都知道 教師這一行就是過分泌 這個也是 現在沒有辦法解決死結 你問我為什麼解決這個問題 就不是加一些老師的工資 而是減一些老師的工資 你試試減一下三分一老師的工資 立刻鬆動這些工資 不需要減太多 我是那個老師 我找到了 只有這麼少工資 但是那些什麼就不太分泌 反而是那些補習名師 找幾千萬一年那些就不太分泌 那些可能是不太分泌 不過這一個就是 我覺得討論香港時事 就是一個很悲哀的地方 你不用一個經濟學的國際論 有很多事情其實是 你有你喊他有他 然後解決方法 還要是跟事情是剛剛相關的 好 這些就到這裡 OK